哈喽大家好,我是笑笑,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知道很多中国人的口味呢,其实对于葡萄酒的选择来说呢 还是倾向于那种口感比较甜的葡萄酒 就比如那种酸度啊,或者丹宁特别明显的刚红呢 很多人觉得想爱,爱不起来这样的感觉 所以呢,也时不时的会有小伙伴呢 在我的视频下方的留言问我能不能推荐一些口感偏甜的葡萄酒啊 那我今天呢,我现在是在Total Wine的门外 然后呢,给大家推荐两款保证你会喜欢上的 以水果炸弹号称的两款黑比诺刚红 其实呢,这两款呢,还是刚红黑比诺 只是呢,因为它的果味比较充裕 同时呢,保留了一定量的,就很少量的剩余糖分 所以说呢,在口感上呢,会感觉稍微甜一点 但是呢,它并不是甜酒,还是刚红 那说到这两款刚红呢,黑比诺刚红呢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一位酿酒师 算是背后的有点小故事吧 Joe Wagner 然后呢,这位酿酒师呢,就出生于加州 然后非常年轻,现在呢,也就才30多岁 但是因为他出生在酿酒师世家 所以对他来说呢,酿酒师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 他在19岁的时候呢,就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款葡萄酒 那后来20多岁的时候呢,推出了独立品牌 Mayomi黑比诺刚红,黑比诺这个,甚至连自己的葡萄园都没有 那但是呢,并不妨碍它的成功 就是Mayomi这款黑比诺刚红呢 Joe Wagner呢,在10年之后把它售出 3.15亿美元的价格售出 一下子就轰动了整个加州的葡萄酒界 当然Mayomi刚红呢,我在很多视频里都提到过 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 那还有,那他既然现在把Mayomi售出了 那当然他不可能停下来啊 继续再酿造其他的葡萄酒 那我今天呢,我马上呢就进到Total Wine这个超市 给大家展示两款它的黑比诺刚红 然后呢,方便大家请选择 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Mayomi黑比诺 然后这个呢,在Total Wine的售价呢 是16块7毛7 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好的价格 在很多别的商店呢,都找不到这样的价格 不过Mayomi这款黑比诺呢,非常容易买到 几乎各个超市都有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款黑比诺刚红 Vainstone 这是2020年份的 然后这个葡萄酒呢,在Total Wine的售价是 单瓶的话19块9毛9 但如果你一次性买6瓶呢,可以跟别的酒混合 就是17块9毛9一瓶 基本上这两款酒的售价呢,都是20美元 这样 好了,这个就是今天的两款水果炸弹 黑比诺刚红的推荐 接下来呢,就是很多节日呢,就到了什么感恩节啊 圣诞节啊,各种各样的节日 如果不知道买什么葡萄酒的话呢 不妨就可以选择这样的葡萄酒 然后价格呢,基本上20美元左右 也不至于太高 然后呢,保证你的客人都会喜欢 而且黑比诺呢,它其实是以 在食品搭配方面呢,它是以百搭著称的 饮用温度呢,基本上16度这样 就是让它的温度稍微低一点 会达到非常好的饮用效果 好了,这个就是今天的葡萄酒推荐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别忘了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观看,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